开车时如果发现这几个灯其中一个亮了 那一定要马上停车检查 不要有任何犹豫 先保命要紧 发动机故障灯 引起发动机故障灯亮的原因有很多 有可能是燃油品质过低 也有可能是火花塞点火异常 还有可能是氧传感气坏了 更有可能是发动机内部的其他故障 原因有大有小 所以先停车保命 再检查搞清楚原因 转向助力系统故障灯 它亮起的同时还会伴随方向盘沉重 异响抖动 或方向盘不自动回正等情况 如果方向盘没有助力系统 那建议先把二头机锻炼发达 那可是一个体力活 特别是女司机根本转不动 机油爆紧灯 如果发动机没有机油 只需要全速运行20秒 就能报废一台发动机 而引起机油爆紧灯亮的原因 一般都是机油业位低 机油少了 或者机油业位气坏了 胎压爆紧灯 这种情况一般是胎压过低 继续开就会有爆胎的风险 如果汽车在高速时爆胎 是非常危险的 方向不受控制 更是会侧滑侧翻 所以要先停车打气 蓄电池故障灯 这代表汽车的发电机损坏 或发电机皮带断了 这时候助力泵也会失去动力 如果是皮带断了 还会把发动机舱的水管线栏 等打爆打坏 这个是散热系统水温过高 如果散热系统出现故障 很容易就会导致发动机金属变形 导致拉缸 先检查有没有漏防冻液 如果没有漏的地方 那就是防冻液被蒸发 防冻液过少 需要加防冻液了 紧急情况也可以加纯净水 但千万不能加自来水 刹车警告灯 刹车的作用肯定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如果是机械手刹 也有可能是刹车没完全放到底 完全释放手刹 故障灯就会消除 如果你开车时遇到这几个故障灯亮起 一定要停车检查消除故障 虽然汽车给我们带来了方便 但它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机械 开车的容错率基本为零 所以万般小心都不为过